這次美智鴻台作為蘇花公路受害很嚴重 整個蘇花公路長長去 睡在裡面十多點鐘的大陸觀光客 落書讓敵生機再去宜蘭勞動運動公圈安地 今天早上國軍又九十五十三位受勸的路客 在剛才挖中島的時候 訴求人員在114.5公里的山坡 是發現參加是遊覽車車替的戰海 不過要再進一步來確定 蘇花公路台航山一百十二公里的地方 整個路面都是大大碎碎入酒跟浪土 為了加速救援行動 今天早上五點半 國軍出動在生機跟五十三位受勸的路客 平安再用宜蘭勞動公圈運動中心 另外在這去八點外 國軍第一次部隊跟宜蘭勞相互求 如果加牌八十名的燃料 用走路方舍到幫手地點進行救援 在宜蘭勞這一個路段來指示 做一個搜尋 根據宜蘭關在海應變中心接的最新消息 受勸送花公路的人車 不然就在晚上找到的紅台錄影車 到目前四起電路的創意錄影車 兩台有人車 應該要有其他人車受勸 目前我們疑似報案的車輛 大概有四部車輛 一個部分我們今天重點就在受救 那麼看看有沒有什麼掩埋 都會不會被衝離道路的這些車輛 那另外一個重點 當然我們公路局就開始要全力來搶通 你在這關中的時候 收救人員在一百十四點五公里的車 發現一台宜蘭勞車的車替傷害 不過到底是不是創意錄影車的車 收救人員 只要用吊白的方式下去進行瞭解 這次中島結構危機 整個會境外行動也在持續進行中 在這中央報道